我們直至昨晚深夜即零時 截止了113個個案 有8個是輸入性個案 其中有3位都是菲律賓過來的我籍勞工 113個個案裏還有42個個案和其他個案相關 其中有27個例和家人和朋友聚會 吃飯等是感染的 另外就是我們最近見到的個案 很多都是有些病徵 有些病徵之後可能看了醫生 或是拿了胸口脆液釀管 但都是繼續到處去玩 請大家如果覺得自己有病徵 或者都走去測試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留在家裡 因為我們發現你真是個案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很多天你都去過很多地方 可能都會有很多這樣的接觸者 還有傳播其他人為自己的健康 還有為身邊的人的健康 就請你們不要到處去